早安你好,我是刘昭阳 欢迎收看上午五点钟 民事整点新闻 现在时间来到了凌晨4点59分 我们来看看现场最新的消息 昨天费河团体号召民众上街游行 并且占据了台北市中校 系路八个车道,瘫痪交通 到了今天凌晨 到了即将要凌晨五点钟了 还没有散去 不少人准备了帐篷 还有棉被以及保暖的衣物 打算要长期抗战 而警方在凌晨2点50分的时候 也出动了阵暴水车 展开了强制的距离 我们来看看目前中山南路的最新现场 靠近战 中山南罕 我们看到目前反合的民众 还是在这个中校西路上面 不肯离去 警方在接近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进行强制的驱离 我们接着来看看 稍早的最新画面 稍早的最新画面 已经占据到路整天了 请你们 赶快点准备一下 好 来吧 好 来吧 请大家 快速点 制作者 挑选警方 与警方 这种 就继续 上 好 上 上 上 下 下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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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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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在现场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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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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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